嗨 各位晚安 那今天我是想要來為大家解惑 就是上一部關於官務的影片 就是我說我會錄一集來回應大家的問題 那就先從PTT上面開始回答 因為我當初在PTT上也有PO我的影片 所以也有些人寄信給我這樣 那這邊這一位同學他說 官務有要求新進人員要打疫苗嗎? 沒有打會怎麼樣? 官務人員在政府一開始公布的那幾類人員裡面 算是首波就被納入要施打疫苗的人員之一 因為你想想看嘛 海關在機場一定是要接觸到人群的 所以算是一個以藍疫風險來講 算是一個偏高的職業 那如果沒有打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是每個禮拜都要強制去做PCR 就是很麻煩 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什麼工作 基本上還是一定要打疫苗 那他又說如果是四等關稅行政的話 外勤是做輪班工作 之後當內勤的話是做什麼樣的工作 其實三等四等工作上不會去做嚴格的劃分 像我當初本來是被分到徵稅客 那其實我覺得你做公務人員 做內勤工作 其實你不用太去煩惱說它是什麼類型的工作 因為公務人員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文書嘛 然後整理檔案嘛 然後歸檔 然後收發公文嘛 然後收發公文可能就是你要去引用一些法條 因為可能跟人民有關係 那你就要去引一些行政程序法 一些相關的法律 然後去寄公文這樣 那其實公文大部分都是有格式可以去套稿的 所以這個你真的不用擔心啦 就是內勤工作是不用擔心的 好換下一位 他說 目前三班制嘛 那對之後會改成做二修二就是四班制 是指一天上12小時連上兩天再修兩天 對它這個說法是沒錯的喔 那四天裡面的第一天我記得是早班嘛 那第二天就是晚班 然後都是12小時12小時 然後第三第四天會也是兩天休息這樣子 好然後 那又說囉 如果一直沒有改班制 第二天背勤加上班16小時 這樣住南部一個不會有 兩天全天駕回南部嗎 那有一點要釐清就是海關沒有駕這個東西 只要你是在輪班單位 我們沒有所謂的駕 你只有補修 就是你用補修去八個小時去換一天的休息日這樣子 正常來講 我們現在早班八個小時是比較好去請補修的 如果是夜班那16個小時你要去請補修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夜班的話就是會牽扯到你同事的代行時間 所以要讓一個骨大概八九十個人 要有一個人他夜班讓他請假是比較困難的 那如果說你可以請一天早班的話 等於是說你前一天夜班 早上八點半下班之後 那你就開始休息了 那放假了 隔天早班你請掉了 所以隔天是一整天的休息時間 但是你第三天的下午四點半要回去上夜班 這大概就是我們正常是請補修 大概就是這樣子休假的模式 但是他其實跟一般人那種長日班禮拜五五點開始放 放到禮拜一早上七八點再上班 那種感覺其實還是有差的 這樣放起來你會覺得這個假不到兩天 但是輪班單位就是這樣也沒有辦法 好換下一位同學 他這個問題就是問對人 他問零犬員的問題 那其實剛好我之前是也有在全隊受訓過 然後他這個人他說 他有看過檢疫局零犬員的職缺 防檢局的零犬員是米格魯 我們官務所的零犬員是拉布拉多 就是犬類是不一樣的 好那他說 他規劃先考官務特考再申請零犬員 這個沒錯 因為我們官務特考 我們官務的零犬員 並不是像有一些單位的他的狗是外包的 是那種約故的人員 是去外面找專業的零犬員 那我們官務所的零犬員不是喔 我們是自己 由這個取得官務特考任用資格的公務人員 再去做內部零犬 然後再去訓練成為零犬員 好那他說 是需要受訓 要求體能及外文能力 他提了這三點要受訓沒錯 受訓大概是14週 三四個就是這樣 那體能也沒錯 那外文能力基本上是沒有額外要求 就是你只要具備 通過這個官務特考的資格 你就可以去申請 那你申請之後 他是有考試的喔 我們那一屆大概去考的人 也是大概30幾個 就是我們自己官務所的同仁 那最後好像是入取了6個 然後被取了好像2、3個 那他的體能要求算是蠻嚴格的 最重要的就是叫折返跑 那我們國際上折返跑 有一個標準化的考試喔 你在YouTube上面也可以找得到 好像叫 還有一個叫什麼伊利諾什麼東西的 我有點忘記了 還有一個是25公尺的衝刺 那就是眾多的體能啊 然後還會考你跟狗的互動 然後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你要去當零犬員 你一定要有汽車駕照喔 因為你去厚里的這個培訓中心受訓的時候 你是在接受訓練 然後有一批狗也是跟你一起接受訓練 然後每一個人每天早上出發 都要開全車 如果你不會開車 那會對你的同伴造成困擾這樣子 所以說一定要會開車 你不會開車的話 去面試的話就是馬上就會被刷掉這樣 那體能要求 以我自己來講 當兵的時候大概3000公尺 只是跑大概14-15分鐘這樣 以這樣子的體能去受訓 其實還真的算是蠻超的 對那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狗的話 你可以考慮 如果說你不喜歡狗的話 你只是想要去打個醬油的話 那就真的才是勸你打推糖果吧 因為 林犬員的受訓真的是非常嚴格 那中途也是會刷人 那他們是一個很重視團隊合作的單位 就是對 就是你要做好心理準備這樣子 好那再稍微講一下好了 就是 因為我們就要開全車嘛 那你看拉布拉多一隻 輕一點的至少30幾公斤 有重一點的有時候到40幾公斤都有 那你要 跟他含指令叫他上車嘛 那有些狗他是不聽指令的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 親自把他抱起來 抱上車子 然後一台車子有6隻狗 那如果說6隻狗都不聽指令的話 你就要抱6隻 而且他們有時候會使命的抵抗 所以說 你說要不要體力 從這點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然後我們的作息喔 在受訓的時候是早八晚五沒錯 但是我們 早八晚五是他們裡面那些訓練師 還有培訓員的時間 那我們受訓生的話 我們都要提早 我們大概7點就要去把狗都牽起來 就是要幫牠刷毛啊 要讓牠散步 要帶牠尿尿這樣 所以大概7點你就要起來了 那我們在裡面是有宿舍的 所以不用擔心住宿的問題 晚上的話你的自由時間也是比較少的 他們5點就下班了嘛 那你5點你可以先去吃個飯 那晚上7點通常會要集合 集合就是你的訓練師啊 你的助教會放你平常 你帶狗訓練的這影片 然後他們會用超慢速播放 去看你每一個動作 你有沒有去誤導到牠們的狗 因為牠們的狗真的很 如果我們受訓生 一不小心的話很容易會把狗弄壞了 就是牠的狗 牠的狗從小就培養了一套 他們自己認知的邏輯的脈絡 那如果你一個動作 你誤導牠了 那可能就會害牠 之後沒辦法成為一隻優秀的企圖 這樣 一隻厲害的企圖牠 牠一輩子服役5年 牠或許可以抓到1億多元的毒品 牠的產值是比你海關官員做一輩子還來得更大的 所以他們就是很偉大這樣 然後你晚上 我剛講晚上 晚上你要集合用自己的時間去 去整治一些裝備一些設備 因為訓練狗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像是一些鐵絲網一些毛巾 還有一些木製一些器材類的東西 就是我們這些受訓生要去整治 所以說一整天下來 你早上7點就開始有事做了 那一直到晚上大概八九點 你才可以去真的去休息 所以說這個工作 這個受訓的過程真的是算是 蠻辛苦的啦 所以真的是你真的有心想要朝這方面去生根的 你再來報名企圖權 不然真的是你去那邊你會覺得 比在一般的輪班單位還要來累的更多 那之前有人在問企圖權的薪水嗎 那企圖權受訓期間的話你就是 領最基本的本縫跟專業加級而已 沒有加班費用 因為企圖權全隊沒有加班費啦 你說早上7點起來帶狗尿尿那個不算加班 那是你們受訓生的義務 那晚上兩三個小時再聽助教講解 那個也是你們的義務 那個也是不算加班的 所以真的是有點吃力不討好啦 你付出的比當初輪班還更多 但是你的薪水卻比較少 所以我是認為真的是你要有 你要有強大的信念才能去當領犬員 那領犬員結訓之後分發到官區之後 你們工作的時間又不一樣囉 領犬員又有自己的工作時間囉 因為你還要搭配狗的作息嘛 並不只是說我們人自己的作息就去排班了 還要配合狗 所以就是那就是另外一段故事 對差不多這樣 好那現在再來看到就是我頻道裡面的一些問題 先看到最上面這位同學 他說請問做得久會有升遷機會嗎 每天做一樣事情應該會疲乏 因為其實公務員是採用攻擊制 如果你有念過行政學的話 公務員的升遷主要就是依照你考試的等級 跟你的年資 還有你年中考機的表現 那升遷的問題其實 基本上就算你都是被打1等的話 那你一開始是3值等1級 那你下一年也會變成3值等2級 那即便你一直1等的話 你也會3值等3級一直升上去 然後它會有一個點 那如果你只等不升 你一直升後面的這個級數的話 一年大概也是會多個 月薪也會多個1000塊這樣子 那第二個人他就問了說 年薪基本上約多少 幾個月報底多少 那我影片其實有講啦 就是年薪基本上就是 因為公務人員的年終固定都是1.5個月 那考基的話考基獎金的話 看你是假等1等 假等就是1個月 1等就是半個月 所以說你一年最少最少 你可以領到14個月 你是1等的話 假等的話大概就是14.5個月 那你所謂的保底的話 那我大概可以跟你講啦 大概就是14個月這樣子 每年調整的幅度 原則上就是一年你會調1000 你的月薪會調1000 是否有大跳級 這個大跳級 如果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理解說 你說的是升值等嗎? 如果是升值等的話 你連續兩年假等 或者是三年考基裡面有 兩假一贏 這樣是會升一值等 那如果你升一值等的話 薪水大概就會 直接多到兩三千這樣子 如果都沒升等時頂天多少 不管加班對 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 那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 考選部有一個專業加級的表 你可以去那邊看一下 不用考選部啦 其他地方都找得到這樣子 那下面這個人又說謝謝分享 上長日班再考三等還不算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們考試等的 要去考三等喔 長日班我覺得不見得是 比較好準備考試的喔 如果你輪班輪的習慣的話 其實輪班的時間是還蠻多的 而且背勤時間 你睡得早的話 你好睡的話 等於說你第三天夜班 早上八點半下班 你是有一整天時間 可以去準備考試的 所以說你習慣的話 其實輪班對你來講 不會造成準備考試的主力這樣子 好這邊這位松鼠爸爸 他說 當初是興趣嗎 他說官務要輪班可能比較累 雖然有加班費 我當初我真的是沒有考 高普跟低特欸 我當初因為官務的考科比較特別 我那個時候是用警特四等的一般行政 去當做我的備胎這樣子 那最後 也是有興考了兩百多名 那但是警察我就沒有去 就是選擇官務這樣 那我之前另外一部影片其實有講 就是你們準備官務的 尤其是你準備官務四等 就是請你一定要報名高考 這部影片喔 就是有空借去看一下 就是我認為官務四等 你想當公務員的話 他不是你人生的目標 你最後一定要邁向三等或是高考這樣 那四等你有考上的話 那也是恭喜你 但是你還是要繼續往前進 甚至我覺得你四等考上了 你可以先隨便去 念一個研究所 研個兩年 那再用這兩年的時間 去準備三等跟高考 反正你四等考上了 你已經人生至少有個確定了 你應該不會差這兩年 你就用這兩年的時間 再去準備一個一次到位子 給他考個高考 或是三等這樣子 你說是興趣嗎 其實因為當初畢業的時候 我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那加上說我念的科系 是屬於這種 沒有專業性的 就是大學四年 念了之後 跟沒念是差不多的 所以說我不知道自己興趣在哪 那我就選擇了一個 或許跟我所念的科系 比較相關的考科去做準備 那他說你的業務壓力很大嗎 基本上是不會 我們第一年看X光的話 其實業務壓力不會算大 而且我們輪班人員是完全不用加班的 絕對不用加班 因為你都輪班了 你在加班 那你就等於是沒有時間休息了 只有長日班的才有可能會去加班 但是我也很少聽到有官務署的人 長日班還在加班 上班時間其實是不會不夠用的 有時候你還要自己去找事情來做這樣 對 好再往下看喔 這個Peter Rund 四等進去的尖章是一出一系嗎 我們不會每個人都穿到藍色那套還有西裝 那是機場裡面的機察組才會穿到的 那尖章其實沒有人在care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像警察監所或是軍人 這種比較重視職級的單位 他們機場裡面 機察組他們 我同事跟我說他們有些約聘的 還有他們有約聘的人員 那他們的尖章有時候也是隨便拿 沒有管說誰是幾支燈 要帶什麼尖章 就是比較沒有在規定這個 那剛剛這個領犬員的問題就是 我有回答過了 那就不再回答了 那這邊這個人說 聽起來不是說醫院環境太差 那這個人我猜這位張先生 他應該是考放射的 因為放射或是藥室 那我們海關其實蠻多放射跟藥室的人 那因為這兩個類科入取率相對來講是比較高的 因為他們是有專業的科系 所以說他們可以替代海關的工作是非常多的 所以說來選擇海關的話 可能是會相對好考一點 相對我們一般行政 因為一般行政就是比較沒專業 考一般行政的人 如果沒考到的話 去外面就是做那種非常低薪的工作 所以一般行政會非常精靜 是有他道理在裡 那這個人說 官務是不是考到台北的話 就一輩子在北部 高雄每年的缺略都超少的 這個 官務處的輪調算是非常頻繁的 那如果你想要請調去高雄的話 難度不會算高 你在北部待個六年八年十年 基本上都一定回得了高雄的 台中的話就不敢跟你講啦 台中的話真的是 你去台中觀看一下 你就會發現裡面的官員 就是年紀都是很大的 那高雄的話我覺得不至於 不至於會到南情調回去 那他這邊這個人說 請問三等的人會需要輪班嗎 謝謝 官務的輪班是不分你是三等還是四等 一進來基本上 你只要年輕 你又是男的 基本上又在台北觀 那你就是一定要去輪班 好今天問題大概是 差不多回答到這邊 那我最近有一位朋友 他就是也有在做頻道 那他之前也是公務人員 他做了大概五年多吧 那之後為了 追夢離職人 那他的頻道也講了很多 關於他準備考試的方法 那很厲害的是 他是沒有補習的 那他是考交通行政的 就是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看他的頻道 這一位 對 那我之後應該會比較少發考試的東西 可能兩三個禮拜發一次吧 就是可能有一些小技巧 小秘訣或是心態的東西 來做分享 那畢竟我也離開公職體系兩年多了 我相信之後會有更合適的人選 來跟大家分享這些心得與內容 這樣子 對那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你們還是可以在下面發問 就是還是 我還是會盡我所能的去幫你們解惑 這樣子 就是有些問題我還是可以問我之前的同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 幫我按個訂閱分享 也可以 好謝謝